赢在中国,颠覆2014O2O高峰论坛,趋势竞赛掌握 李川,花名天机,阿里巴巴集团O2O项目品牌商负责人 他曾投身管理培训行业十二载,是团中央全国青年就业创业导师 他是天猫智囊团的一员,幕后汉剑,身负全网电子商务平台发展的重任 现在,他正联合天猫商家试点O2O,经历推动传统企业的线上线下融合 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整个优秘的非常重要的关键词 是颠覆2014 昨天讲的,嘉宾讲的也非常好 什么叫颠覆 颠覆其实对于我们阿里而言 对于整个电商而言 来自于对于很多的传统企业而言 不是去颠覆别人 首先是颠覆我们自己 我们的颠覆并不指的是要颠覆大家传统企业或者是其他的公司 而是我们自己在不停的自我否定 自我颠覆,自我发展 因为我们永远知道 这个社会的技术的变化 商业模式的变化 都会以非常快的速度来进展 而且远远超出我们的预计 这个颠覆的背后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这个 我们称之为电子的商务化 从变到了商务的电子化 第一个颠覆的背后 代表着我们整个集团 对于电子商务的发展 来自于无线商务的发展 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原因的地方是什么 首先大家来看 电子商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闭环 而商务的电子化 却不是如此的 我举一个例子 我喜欢一个动画片名字 叫做圣斗士心词 有没有喜欢的 有喜欢的是吧 有很多人 圣斗士心词中有一个人 名字叫做子龙 记得这个人吗 子龙的圣衣 叫做天秤座的黄金圣衣 在天秤座的黄金圣衣里面 有十八般的武器 十八般武器都穿上以后 会非常的厉害 但是如果只穿一样武器 一个盾牌 一把剑 是不是也很厉害 于是我们要做的 第一件事情是 把我们电子商务的各种工具 拆散了以后 给到所有的传统企业去用 它的价值 从整体化成的每个部件都可以用 就好像微博一样 把新浪的整个新闻平台 变成了140个字的 微博反而效果会更好 原因也是一模样的地方 我们在从以前紧在整个 国民消费8%的市场 演变到了能够占到整个国民消费 92%的市场的这一个市场 我们如何去帮助大家做得更好 我们如何把工具给大家 方法给大家 平台给大家 这是我们对自己的第一个期望和颠覆 就是从电子商务 变成了商务的电子化 帮助所有的线下的企业 能够把所有的经营做得更好 我们希望在线下的店铺也跟我们线上一样 具有这几种东西 第一个地方 线下能不能看到评价系统 我们去你的店铺就有评价 而现在线下你是没法知道的 我们想给线下所有的门店 可以一种营销方式 你能不能按照整个全网的平台营销 而每个区域化的去服务你的商家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对于自己的所有电商的基础 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 这是第一个 我们认为颠覆是对我们自己的颠覆 第二个关键词 想讲给大家的地方 叫做去中心化 在这个地方大家会发现 中心化在以往的时候 是一种效率非常非常好的方式 但是当到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 中心化开始慢慢地演变 原因的地方是中心化的背后 有三种中心化 是我们很多人很纠结 和认识错误的地方 第一种我们的颠覆 叫做平台的中心化 大家会发现在以往的时候 无论是电子商务的B图式平台 天猫也好 京东也好 来自于很多微品味 等等等等等等 我们都是一个非常中心化的平台 流量过来 我们按照自己的规律 对平台的流量做整体的分析 而现在大家会发现 在我们的手机端 每个人自己会去选择 自己关注的东西 无论是通过微淘 还是我们的微信的公共账号 都是如此 只有你关注的东西 你才能达到 否则的话你根本达不到 所以说我们发现 平台的中心化的流量 就好像长江把水从源头 慢慢地灌溉下来 然后到支流 这是一种灌溉的方式 而到了无线商务的时代 我们各位每个人都有手机 手机的流量是非常分散的 就好像每年的杭州下雨一样 每年的全国下雨一样 雨水会在很多地方会落下来 而今天的无线化的流量 就是像下雨 而不是灌溉的方式 这种流量急需的变化的背后 也对整个行业有巨大的变化 在我们的平台上 能够运营好分散的流量 粉丝的流量的企业 会非常非常的多 例如我们的阿福 例如我们的在百草集 例如我们在很多平台上的 一些烈博 英漫等等 他们都是非常好的运用的 分散化的流量来做所有的事情 品牌的中心化没有价值 第二个叫做品牌的中心化 除了平台之外 为什么品牌的中心化也没有价值 因为我看到很多的企业 都在做自己的官网 而且大家有一个思路 认为美国的事情在中国 今天也可能会做得非常好 比如说在美国 大家会发现电子商务 是以各自的品牌的官网为核心的 中国目前的电商 是以平台的流量为核心的 所以说非常多的品牌 都希望建造一个 自己品牌的独立的官网 来运营自己的所有的粉丝 而且我相信大家永远有这个梦 如果我是一个品牌的所有人 我也有这样的梦 但是这个梦想的背后 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是 如果我是消费者 我除了买衣服 我还有吃的 还有喝的 还有玩的 还要去旅游 还要买数码 我有很多的产品需要去买 我无法因为喜欢一个品牌 除非除非我是你超级的粉丝 一般的品牌 我无法做到单独在你的平台上 每年都来 这样的流量的入口的成本 非常非常大 所以说品牌希望把全网所有的流量 集中在官网来独立运营的 这种方式的背后 虽然看起来很美妙 但是其实品牌的中心化也是错的 原因的地方 是因为去中心化 就是要干掉平台和品牌 这种想把控一切的思路 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品牌 想这么做 大家要小心 第三个地方 什么才是去中心化背后 总有一个中心吧 那个中心叫做消费者中心 叫做我们未来越来越以 个人的喜好为中心 来做所有的事情 而且这个喜好中心的背后 又代表着背后的两个核心东西要出来 第一个 去中心化的背后 叫去营销化 大家发现 我们去看电视的时候 现在我们去做所有的广告 在电视上 在百度上 这种方式 在未来的无限化 无限互联网的时代是没有的 原因的地方是 如果我不关注你 无论你花多少钱 请你不要打扰我 我们是一个不想费营销的人 大家现在会发现 只要你的微信里面 有人天天发产品 你就会把他怎么 拉黑掉 只要有人在你的身边朋友们 天天在讲他 什么很好 什么很好 如果不是特别特别的情况下 你就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在做营销 因为这个时代 每个人的时间非常非常短 我们必须用最短的时间 让消费者 让我们的粉丝 来爱好我们 去营销化 大家会发现这个时代变了 昨天有人在讲 这个时代 在从男性化的思维 变成女性化的思维 男性化的思维是什么 就是我需要到处去找 到处去跳 而且希望主动地出去 让所有人都知道我 女性化的思维是什么样子 我在家里面 把家里面打扫得非常好 把自己整得非常漂亮 很有修养 每天琴棋书画 样样精通 自然就有很多倾慕者 会来到我的身边 这个营销 去营销的时代是 我们开始回去 想想到底 我们凭什么吸引别人 而不是我们如何吸引别人 当我们知道 我们凭什么吸引别人的时候 你的所有的服务就是营销 你所有的产品就是营销 你所有的客户就是你的粉丝 他就是营销 因为我们自己 已经做到了足够好 我们开始回归整个商业的本质 所以说第二个地方 叫去营销化 第三个关键词 讲给大家的地方是 去 一个东西 很重要 平台化 平台化 一个大额权的平台 正在解散 正在慢慢变成一个云端的市场 我们整个未来 所有的产品 服务 数据 计算全是在云端的 所以说 去平台化的背后 就是右边的这张图 大家会发现 S 指的是 社交 每一个场景 每一个环节 都会有社交的概念 但是社交 是整个 O2O产业中的 基础建设 它不是本质 第二个地方 是LBS LBS 就是我们的地图 高德 在整个 O2O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它是一个维度 是一个关键的地方 第三个地方 MO 就好像小米一样 手机 拍照 扫码 等等的功能 都是核心的基础 这三个东西 在所有的O2O中 是同时存在的 O2O 讲到这里的时候 昨天有个朋友 讲了一个很好的关键词给我 他说天津你知道什么叫O2O吗 我说O2O不是线上到线下吗 Online to offline吗 他说不是的 O2O的意思是 要不OK to OK 要不over to over 什么叫OK to OK是 你的线上做得很好 你的线下也做得很好 两者融合起来更加好 如果你的线下本来就在萎缩 本来就做得不好 线上也做得很难 现在忽然间想从O2O 把它给集合 这是扯蛋 这叫扯两个蛋 没有用 原因的地方是 我们所有的O2O的本质 它是来把你的好的服务 和好的产品 更好的 更方便的 更广阔的 告诉你的消费者 它的背后是反映你 到底有多好 其实O2O和无线互联网的区别 是这样子的 我记得最早的时候 在大学时候写情书的时候 是用笔写的 然后写一封信纸 然后寄到千里迢迢的地方 后来开始有了邮箱 有了短信 然后我开始用邮箱写完 再发过去 再到后来 现在更方便了 直接可以说话 直接可以视频 直接可以怎么怎么样 会更加方便 但是请记得 所有的东西没有变掉 就是我写信的那种情 那份真 那份想法 那份自己的 到底从头到尾是什么样子 你的内涵从来就没有变过 只是互联网之前 知道你是一头猪 因为只有一个人知道 而今天为止 当你的东西放在网上以后 有更多的人知道 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猪 要不是个飞迁猪 要不是一个趴下来的猪 要不是在台风口的猪 而O2O就是这个台风口 今天我跟大家讲 几个很重要的案例 人货场的这个案例 大家会发现在整个 商业的线下里面 同时会关注人 消费者整个流量的维度 消费者整个个性化的服务 如何来实现 货的地方 核心的地方是 整个货品如何电子商务化 电子商务化之后 整个货品能够成为 在分仓发货 以及后面的物流 整个打通的环节 厂的地方 是在我们销售的场合 以及相应的工作流 这个背后 我们刚刚做完的 海尔日日顺的品牌日 海尔是一家 非常具有颠覆性思想的公司 也是他们自我革命中 很典型的一家公司 原因的地方是 在电器中 行业里面最大的问题 不是产品的问题 而是整个物流 配送 安装服务的问题 于是为了解决 中国整个产业的问题 他们建立一家 日日顺的整个企业 这个企业 在我们去年双十一周 接触了 欧头和天猫之后 整个海尔下定决心 把全国所有的 日日顺的店 都要改造成为一家 欧头欧的方式的店 能够全新的时间 线上线下 人货厂的打通 我们一起做了一场非常好的事业 用完整的欧头的方式 去玩所有的产品 效果非常的好 人货厂打通 是一个很关键的环节 来看 第二个很核心的地方 去年双十一的目的 我们来尝试了整个 营销端 营销端的打通 我们的数据端的打通 我们会员端的打通 和支付端的打通 双十一成为了整个中国 欧头欧开始热门起来 开始所有企业讨论起来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原因的地方是 那个时间点 让我们知道了 背后的痛是什么 在整个现在的传统的企业里面 因为有自己的分仓体系 分销体系 货品的价格不同的体系 在电商线下的价格体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会发现 为了双十一 需要备大量的货 而大量的货 如果在双十一不能卖完 还需要退回自己的线下的仓 货没有卖出去 而整个物流反反复复地来走 造成了大量的无效的成本 如果有一天我们实现了 货没有卖 也就是销售未动 货未动 用消费者的方式 去拉动整个产业 那样的价值就太大了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会看到 这样的产业的价值是什么 英漫曾经在前年的双十一 做过一个实验 他们在线上 一共设计了500款的衣服 并没有生产待机的 设计了500款的衣服 以往的线下的企业是设计衣服 今天看到一个衣服 然后设计 然后明年给到自己的取刀商 然后如果明年卖不出去 给到自己的奥特莱斯 再卖不出去 再给到自己的电商部门 从看到一个服装到生产出来 可能要花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 往往是如此 而在线上的那些很快速的企业 他们的周期现在可以做到15天 甚至10天 他们把英漫把500款的衣服 设计出来以后 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让自己的粉丝去挑选 在500款中 你喜欢什么样的衣服 然后粉丝当当当选择了很多 最后选择了150款的衣服 而这150款 是他们的消费者 已经选出来 并且预定好的 这件两万件 那件三万件 全部选出来 于是 英漫把这样的数据 和订单的方式 提前一个月 给到了自己的 所有的代工工厂 代工工厂 连造整个订单的数量 去生产衣服 然后 我们的代工工厂 把这样的数据 传给了他的 面料商 拉链商 扣子商 和所有的原料供应商 于是 在整个产业链上 提前一个月 知道了客户的需求 用定制化的方式 用产业链的方式 去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希望的地方 未来是这样子的 一种方式 因为整个产业链的 效率会极快 而且没有库存 而且所有的风险 是可控的 这样的方式 才是我们希望的 或微动 叫做销售微动 或微动 销售移动 产业链 跟着动起来 这才是最好的方式 在双十一中 我们去做了这样的实验 在今年三八的时候 我们的长腿欧巴 来到了我们的地方 大家还记得 今天我们除了 请大家打车 打滴快滴等等之外 我们还做的一件事情是 请全国人民看电影 三拐八 看电影 吃饭 都会在做 为什么做三八的活动 第一个地方 我们希望在三八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线上线下 是可以打通的 而且在所有的流量 营销 支付等等的体系 都可以来做 很多很多的事情 另外的地方 我们看到了 在三八节的时候 我们养成了消负者的很多的心智 在三八节中 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去跟大家讲的 第一个案例 两品铺子做三八的时候 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 他们做的也许不是很复杂 但是做的非常有效 在三八节中 从最早的 大家知道 一个O2O 可能涉及到很多的体系 很多的改变 最早的时候 很多人准备了几年 都没有动过 而两品铺子 从接触我们整个O2O项目组 到真正的实现 O2O整体的转变 和上线开始卖货 参加三八活动 一共用了 大约21天的时间就完成 我说你们太厉害了 好多人准备了几个月都没有做 为什么你们21天 就可以完成 他们告诉我说 我们为这个时刻 已经准备了至少三年了 因为我们一直想做这个事情 我们一直在准备着 但是没有成的原因 是因为平台 整个思路和行业 还没有成熟 今天大家会发现 只要时机一到 那些准备好的人 永远是最快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让他们快速地 可以行动起来 第二个地方 是我们的UTC 这是它的 在当天的时候 他们的粉丝 他们的客户 到他们的店里面 去参与活动 因为在三八当天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非常 有趣的活动 就是消费者到线下去买单的时候 只要是通过支付宝 手机淘宝付款 他就会享受到免单的几率 就是我们会把钱直接返给他 你买了多少钱 直接返给他 于是他的粉丝 他的整个消费者 会非常非常地开心 而且在整个产业链中 他们的粉丝 对他们的整体的建议 会非常非常地多 第四个关键词 名字叫做粉丝 强子 什么叫粉丝 什么叫强子 在整个经典的力学中 原子的力学中 有一个重要的力量 称之为强子 就是原子核和原子核 靠得构近的时候 他们的力量会非常地强大 在三体这本书中 就写到了这样一个东西 外星人派了一个三体的飞船 那个飞船很小 只有大约一平 一方米的空间 但是这一架外星人派来的飞船 把整个地球的文明给毁掉 地球所有的飞船被他们毁掉 原因的地方是 那艘飞船是由原子核和原子核 由强子的力量所构成的 全人类包括原子弹都无法毁坏 原子强子和强子的力量 而不是分子和分子的力量 力量会更加强大 而在整个商业中 all to all中 什么是分子的力量 什么是强子的力量 粉丝就是强子的力量 而消费者是分子的力量 他们的力量是不一样的 原因的地方 我们经常说 顾客是上帝 顾客是上帝 但是顾客能给你什么 顾客给你的往往是一个 消费你的产品的概念 但是粉丝不一样 因为以往的经济是从生产 一直到销售端 是这么一直走过来的 而今天不是 不是从消费者端 直接回到最前面的 包括前面讲的 一般的案例 而是在消费者的中间 还有一个核心的环节 它叫粉丝 只有粉丝会包容你的错误 只有粉丝 他除了购买你的产品 还会传播你的产品 来影响更多的消费者 只有粉丝 他会参与到 你的供应链的改造 他会拿时间 一起来帮你设计产品 因为参与感 才是粉丝的核心 于是 如何让别人参与你 如何让你的情感 跟粉丝有维系 这样的方式 这样有文化格调 有自己参与感 设计的产品 才可能有粉丝 所以说 第四个关键词 叫粉丝强制 它在未来 在所有的品牌 所有的产业中 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些人 他们会过来 会分享 会来把自己的 对于产品的喜好 全部告诉你 于是粉丝成为了 未来所有经济 所有品牌产业中 最核心的一个环节 甚至 昨天有投资商的朋友 跟我在聊天 我说 如何评价 一个公司能不能投 你看一看 它有多少粉丝 粉丝越多 在未来的成长的空间 会越大 即使现在的品牌 每年的销量非常大 但是其实 不具有粉丝 不具有客户的 忠诚度的公司 在未来一样没有任何机会 是商品中的第二个概念 GSG在整个流程中 设计的一套 非常完整的运营的流程 后面千万点会 讲到所有的概念 但是我点一下 其中很核心的环节 在整个商品端 线上和线下要打通 线下的场景 越来越成为重要的 整个发展的核心所在 第五个关键词出来了 叫做维度的战争 什么叫维度 在以往的电子商务端 它核心的核心的地方 是消除了我们线下 所有商业中的一个维度 叫地址 我有一个叔叔 他在四县的农村的一个镇上 但是他想喝一杯星巴克的咖啡 他想买一个LV的包包 不好意思 我们线里面没有这样的店 也没有地方卖的 但是现在他却可以从网上 找到星巴克 找到LV 找到GUSA 找到GXG 找到很多东西 原因的地方是 电子商务把以往 本来就有的人的 天然的地址的维度 给去掉了 这个方式在三体中 写得更加精彩 用一个R像布的一种武器 将整个太阳系 从三维变成了二维的空间 于是整个银河系和太阳系 彻底的被毁灭掉 二维的空间 它的价值和整个面会非常的快 电子商务是一个二维空间 来跟三维空间近近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它的方式是维度的不一样 现在变到O2之后 你会发现幻间GXG 在以往的三维空间里面 把整个地址 电商的部门 再把地址 又还回了这个空间 一下子变成了四维空间 和三维空间的竞争 在三体中有一句话 大家应该记下来 叫做我消灭你 后面是什么 但与你无关 我消灭你 但与你无关 原因的地方是 行业的趋势发展的会越来越快 而这个趋势 跟上趋势的人 他自然而然就会起来 跟不上趋势的人 一定会随着这个趋势会死掉 不是因为那个起来的人 想消灭那个人 而是我自己发展的同时 已经就把那个跟不上趋势的人给干掉了 跟不上趋势的人有三种 我前面说过 第一种的地方 作为所有的平台 不能够在最好的时间点 在真正行业已经到来之前 开始动起来的平台会死掉 原因的地方是因为 我们还在想去把控消费者 我们还在想按照自己的方式 去把控所有的东西 所以说 谁能够让自己快速的 重新自我颠覆 会发展得更快 这种东西 我们称之为平台的自我的进化 第二个地方 作为所有的品牌商 所有的商场 所有的线下的产业 如何快速的跟互联网结合起来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以后 大家会发现消费者习惯已经变了 现在我们明显的看到 消费者现在已经是 到线下去做任何事情 无论是吃喝玩乐 衣食住行 都是要先到线上来看看的 那个线上主要是手机端 无论到线下去做什么 都会到线上先来看看 有没有会员卡 有没有优惠券 有没有所有的东西 所以说 在整个产业中 行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另外一拨人 就是我们的行业的从业者 所有的人 慢慢会发现 所有的竞争力的来源 不再是你的经验 原因的地方是 那些经验 存在于 曾经的传统里面 存在于 曾经的PC里面 所有的经验 不来自于现在 它来自于未来 来自于未来的经验是什么 来自于未来的经验 是对趋势的判断 那些心心之火中 看起来很小 但是在未来 却可以决定整个产业的东西 所以说 刚前几个月 跟王老师来聊 已经在中国新趋势的时候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也非常非常的欣喜 原因的地方 这里面的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观点 都可能会改变 整个产业 乃至于经济的格局 这是 昨天听下来 包括今天 大家一定会听到的 很多很多 大家会觉得 真正对大家有用的东西 在到这里 我请大家猜一个东西 有谁知道 现在听我讲了半个多小时 有谁猜得出来 我学什么专业的 猜得出来吗 猜猜嘛 物理 因为我讲了很多物理 像物理学的博士 你知道的吗 你知道的吗 OK 你知道我大概学什么专业吗 感觉 哲学 太好了 小哲学家 各位 我学兽医的 我真的学兽医的 我以前觉得 我跟电子商务没有关系 但是换天 我发现了个关系在哪里了 我的兽医的老师 告诉我一句话 他这么说的 他说 你知道人和猴子的差别 有多大吗 基因的差别有多大吗 我说应该很大嘛 猴子是人的 他说猴子和人的差别的 基因序列上的差别 不超过百分之一 不超过百分之一的 但是就是那百分之一的基因 决定了 这个是猴子 那个是人 我们所有的产业 所有的企业在变化的时候 老会觉得 我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好的 我是很厉害的 但是请记得 千万记得 可能就是没有在意的 那个百分之一的东西 它可能会成为决定 人和猴子差别的核心所在 所以说 要不要拥抱新趋势 要不要多在 优密网上多学习 决定了 你是猴子还是人 学习能力 学习的能力 一定会成为 我们未来的 最核心的能力 这是因为 我们所谓的经验 要从未来学习 而不是从现在学习 这才是一个本质 所以说 我们看到了 这样的企业 在一步步地走下来 另外一个地方 日顺前面我讲过 整体的规划中 他们的发展会非常快 原因的背后 是什么在支持这种发展 我想特别特别强调 这个背后的核心是什么 这个背后的核心 是一个企业 对于电子商务 对于O2O 对于未来趋势的决心 很多人都想着去做 我敢打赌 在座各位下面在听课的人 有很多人 已经为了这个想法 三年前就有了 两年前就有了 一年前就有了 也许十年前你创业就有过 如何把线上线下 打通的想法 做淘宝的那一天 但是Why 此时此刻还不行动起来 真正厉害的人 是已经看到了 那个1%的东西 看到了行业发展的 那个基础之后 马上就行动起来的人 原因的地方是 我们发现 现在的时代的发展 不是以一年一变化的方式 来发展的 当我们最早 我曾经创业的时候 也自己做过公司 我发现行业的变化 其实线下没有那么快 每一年有变化 你会看出来 当我到了天猫的时候 我发现 每个月 天猫里面都会有变化 无论是规则 还是行业的发展的业态 还是那些 真正冒起来的商家 都会有变化 它是以月为单位的变化 当我到了欧头这个部门来之后 我会发现 行业的变化太快了 每一个星期 都会有巨大的变化 在欧头的产业里面发生 原因的地方是 任何一个技术 在以往的时候 一旦被运用下来 这个技术将产生的价值 会非常非常的大 那个技术 我举两个 第一个地方 是二维码 以往的二维码是没有的 而现在的二维码 它多么厉害 前面昨天 大家听到嘉宾讲的东西了 我来给它一个兽医的比喻 因为我的比喻 很多都是兽医的比喻 二维码 是一个多么厉害的东西了 它的价值就好像 精子和卵子结合的 那个过程 一样的奇妙 一样的快乐 原因的地方 这是一台机器 实物的 上面有个二维码 当你拿出手机 扫码的那一瞬间 是打通了 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 关键的一刹那 现实和虚拟 就在那一刹那之间 就打通掉了 大家想想 那个瞬间是多么奇妙 这一个入口 将成为未来 非常非常核心的入口 而且它的应用 到目前为止 刚刚萌芽 这是二维码 第二个地方 叫地图 地图的地方 在未来会非常非常厉害 我们现在 刚刚开发的地图的商务中的 很极小极小的应用 原因的地方是 地图前面讲过维度 另外大家会慢慢地发现 地图是所有入口中 最方便的入口 Why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 你的地理位置就是入口 太厉害 这两个东西将颠覆到 未来很多很多产业的东西 好 回来再讲 这样子的一种方式 整个企业快速地转变的决心 是因为他们公司认识到 整个产业发展的核心所在 所以说 当决心决定你快速地发展 否则的话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也许两个月之后 你会发现行业 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也许你就跟不上了 所以说一定要快 赶快地参与进来 快速地参与 并不等于把所有的公司 所有的部门 所有的门店都拉进来 快速地参与是 此时此刻 能不能赶快找十个店 参与进来 原因的地方 你不参与 作为一个旁观者 永远不知道 门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有你一只脚插进来 你就会发现 行业真的在变 然后从一个地方 开始变起 建立一个特区 然后快速地扩充到 所有的门店 快速地反应 但是大局的整体的转变 策略型的转变 才可以做得到 所以说我们跟人家 合作的时候 也是从三家开始入手 从接触到做这个事情 到整个公司的拍板 也就七天的时间 参加进来开始做 现在开始做到一百家 一千家 一步步步的步骤 节奏就来了 第七个关键词 要讲给大家的是 这张图上所写的 名词叫做数据赋能 什么意思 数据赋予产业新的能力 数据赋能 我举个例子 大家要知道 数据的作用是什么 这是我们在做的一个 真实的案例 正在推进的案例 星期六是一家 做鞋的企业 他们要在上海开一家新店 为了开一家新店 大家知道 所有的开新店的方式 都是需要在店里面准备 很多款式的鞋 每个鞋有很多的码数 每个码数的背后 还会有很多的颜色 他很难知道 我在开一家店的时候 到底要准备多少码 多少颜色 多少款 很难知道的 但是有一天我告诉他说 你知不知道周总 我知道全上海的人 脚有多大 对不对 他不知道 我知道啊 我知道全上海的女孩子 胸有多大 我也知道 所以说 哥瑞尔我可以给你 回来再讲 我知道这样的数据 第二个地方 如果我知道 曾经买过 星期六的人 在线上买过 在上海最集中的地段 在哪里 如果在那里开店 是不是会好一点 第二个地方 如果在那里开店 我以那个店为核心 方圆十公里 我帮你找出来 你的客户 他们的脚有多大 这样你背货的时候 是不是就有一个基础 他们的颜色喜好是什么 他们的款式喜好是什么 在平台上都有的 我可以告诉你 于是我可以帮助 线下的企业 做智能化的背货 这个多厉害 类似的 数据不是拿来 简单的放在上面 大家看结果的 数据不是用来死后厌尸的 而是用来告诉我们 如何去行动 如何去决策 线上的飞机 在飞行的时候 一定要有仪表盘 已经到了多少的空间 速度多少 大家有很多的仪表盘 这是我们做电商的人 都知道的 但是在线下 没有 一个线下的店长 基本不知道 自己的仪表盘是多少 而这个仪表盘上 有四个重要的方面 它包括了营销 包括了支付 包括了会员 包括了货品 这四个仪表盘 是所有商业中 都很关键的 线下没有 好的 我们给大家 我们一定把这样的工具 给到线下经营的环节 原因的地方 整个产业在快速的 由初放式的运营 变成精细化的运营 电商已经如此了 线下正在开始 是整个数据 将对线下的产业 有非常大的影响 好 这叫数据复能 最后的地方 想说的地方 这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它从头到尾 要实现所有的板块 从消费者的浏览 到消费者的选择 到消费者的评价 到物流等等的环节 需要串起来才可以 最后一个地方 需要整体的实现 整个产业的变化 这张图来自于 JSG 我不讲 他待会会讲的 最后一个地方 想跟大家特别特别说的地方 是我们需要 重新来思考 很多东西 对我是如此 对大家 每个人都是如此 而且我想特别跟大家说的地方是 我调到O2的团队 到今天为止 也才差不多四个多月的时间 从12月份 从天猫资浪团出来以后 到这个部门 我也是一个学习的人 我最喜欢的地方是 到全国去跑 跟每一个商家去交流 了解大家想做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我把做得好的商家的经验 把它总结出来 把它写在我的笔记本上 然后把那些 可能有疑问的方式 把A家讲的话 告诉B家 在这里也是如此的 我在此时此刻 从来没把自己 当成一个演讲者 我把我自己当成一个分享者 分享者的意思是 我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东西 然后我分享给大家 在这样的平台上 因为O2O将在未来的 三年到五年 对整个所有的产业 都有巨大的影响 而今天 他刚刚起步 从双十一开始 被大家真正的开始认可 开始接触 仅仅才五个月的时间 就好像一个人 还在没有读书之前 刚刚生下来 五岁的时候的感觉 还刚刚读幼儿园的小时候 我们现在无法思考 真的三年以后 这个行业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有一个命题给大家 大家想想一想 如果你是一个色盲 你只知道 只能看见黑色和白色 请问 我如何告诉你 什么叫红色 什么叫绿色 如果你是个色盲 只能看见黑色和白色 我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告诉你 红色是什么样子的 绿色是什么样子 没办法 有方法是吧 不是脑筋急转弯 回来 一样的地方 可能在未来的三年 欧洲的产业中 有非常多的变化 有非常多的细节 百分之的细节 会改变产业的东西 会非常非常多 我们在这个平台上 最后的地方 想特别说的地方是 所谓的颠覆 不是说我们需要颠覆谁 而是我们对于互联网 尤其对于移动互联网 有深深的敬畏之心 因为未来非常美好 未来有很多的东西 是我们现在这些色盲 根本就不了解的 我不知道未来 会有谁 划亮一根火柴 点亮一小块的地方 你们看 未来的那个地方 在这里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再有一个人 划一根火柴 再点亮一小块 大家还记得 优弥开头的那个环节吗 所有人自我照亮 然后把自己给照亮 我希望 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 可能还有听课的 每一个观众 我们都是一根一根的火柴 我们的火柴照亮了一个很小的空间 然后我们很快地告诉别人 这个空间是什么样子 只有我们这一群盲人 把像的每一个地方都摸过之后 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像拼出来 也许未来就在我们每一个人 花量的火柴 照亮的那个空间里面 所以说 拜托大家 我们一起同行 拜托大家 在优密网站的平台上 我们一起学习 也拜托大家 阿里巴巴的AUTO 需要跟大家一起来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